我们修行 费尽多少力气 不能成就 原因呢 就是放不下 心不干净了 忘年太多 经不起外面境界诱惑 外面境界风吹草动 自己的情境完全失掉了 修行又离不开外境 离开外境到哪里去修 境界里头 对我们修行 影响最大的人事环境 那我们知道 真正的功夫 就在人事环境里面去体验 佛说得好啊 顺尽善愿 不起贪恋 要说不起心不动念才行啊 逆境 甚至慢起来了 六根对六成经济 念念还起这些东西 麻烦了 佛念得再好 往生没把握 为什么 为什么 临终最后一念 是什么 谁又把握 临终最后一念 不是阿弥陀佛 你就到别的道去了啊 总是立不开六道啊 这个事情 我们在六道里搞了无量劫了 这无量劫当中 我们有没有学服过呢 肯定有 没有 你怎么可能在这 停两个小时 你能在这儿坐两个小时 专注在天津 就说明 你过去世身中 善根非常深厚 没有这个善根 你让那个人到这儿 坐五分钟就坐不住了 他就想离开了 怎么可能坐两个小时 怎么可能天天来听 你就知道他善根多厚 而且过去肯定学过这个法门 对这个法门生欢喜心 为什么没有往生 都是灵命中时 最后一念 不是阿弥陀佛 这一生能做到吗 靠不住啊 如何叫这一生当中 最后一念能够提起佛号呢 那就要真仅仅 从现在起就得把万元放下 金山讲的这不能不听啊 做不到不行啊 当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身外之后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随便啊 什么都好 用欢喜心对待 绝不受外境障碍 要练到这个功夫 才真有把握 我们在往生传 在净土神仙路 看那么多人往生 离头一半以上 从借出这个法门 三年就成功了 前些年深圳一个年轻人 王仲昌 很多人知道 他三十才出头啊 听说念佛三年可以往生 他做实验 实验到底是真是假 闭关三年 真用功啊 我听说他在官房里 还有日记 最初在官房里 也是行福祈祷啊 多无量寿情 念阿弥陀佛 真的把万元放下 两年十个月 他往生了 欲知实至自在往生了 说明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他绝对不是寿命道了 还有寿命 不要了 我要跟着佛 到基罗世界去 你的心是真心 愿是真愿 苏婆世界真放下 阿弥陀佛就来了 他来安安慰你 等于说给你收记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 你寿命还有多少年 到你临命宗时 佛一定来接引 你的心就踏实了 你自己非常清楚 非常明了 可是有一部分人 听到佛这个话 还有寿命 我不要了 我现在跟你去 佛很慈悲 没有一个不答应 来去自如啊 去很好啊 留也很好啊 跟阿弥陀佛见过面 留在世界 他是极乐世界的人 他留在这干什么 留在这借淫众生 肯定 这个世界 还有一些人 跟他有缘 他虽然随时可以走 他不走 帮助这些有缘人 他住在这个世界 肯定没有自己 功夫高的 不但思想破了 思见也破了 像金刚经厚文无所讲的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数这些 思见破了 是发神菩萨 神是宝兔 四相破了 神方便兔 不一样啊 这一桩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是什么 带得去的 世界 我包括这个身体 所有一切 没有一样 你带得去的 学佛同学 一定要知道 只要有这个智慧 带得去的 我们认真努力干 带不去的 不要 夜门 深入 有好处 心是顶 的 学的东西太多太杂 心还是散乱 散乱心 障碍就大了 智行一出 无死不半 这佛常说的 有道理 用心 专义 不砸 不乱 临终时 自己才能够 做得了主 才有把握 好